嗨,大家好,欢迎收听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这是一个集结女力和支持女力梦想的访谈频道 我是节目主持人,Anne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将邀请无论来自什么地方,什么背景,什么行业的女力代表 分享那些光鲜亮丽成就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付出和勇敢坚持的故事 而今天这一集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姐妹 她又会读书,托福考满分,台大外文系毕业 又超会玩,超会做音乐,超爱音乐,而且超帅的美女 我不知道这样说可不可以 而我刚刚描述的这位好姐妹,就是Michelle DJ Mish 我跟Michelle认识应该有十年的时间了 从看她在学生时期,在玩音乐,在脸书上面直接开直播放音乐 甚至也听到她在工作室学DJ,还接到了不少的case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台北的Revolver 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在台下看着她的表演 也是我的第一次看见她非常沉醉在音乐里面的样子 然后也导致我也很沉醉在里面 如果你有听过DJ Mish音乐的听众 你就可以,你可以大概想象很沉醉在DJ Mish音乐里面的情形 大概是怎么样,就真的很开心,很放松,超级疏压 但我说的疏压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听古典音乐的疏压 DJ Mish其实在SoundCloud也有放她很多自己制作的mix tape 你只要在SoundCloud搜寻DJ Koka M-I-S-H 你就会找到她 如果你也很爱hiphop,R&B或是trap这类型的音乐 你就可以完全体会我刚刚所说的疏压是什么感觉 好吧,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听听DJ Mish的故事吧 非常欢迎Michelle DJ Mish来到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第一集 应该算是访谈的第一集 我们女力新生想要探讨的 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心境 让你能够有勇气跟这个决心决定说 我要走DJ这条路 大学的时候就是很爱跑夜店 就是大一大二然后超爱跑夜店 然后那时候就是听很多电音 然后开始觉得说 哦,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开始对电音产生兴趣 对,然后呢 可是一开始就只是觉得 就是听起来很开心而已 对,然后后来呢 因为我音乐其实一直都听蛮多的 对,就是喜欢 我很喜欢听音乐的人 然后后来就是 有时候学校办一些活动或是干嘛 然后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候 然后朋友就会说 就同学就会说 那你要不要做一个playlist 然后我就觉得 哦,好啊 那我就帮大家就做playlist 然后就找一些我喜欢的歌这样子 然后可能两三次之后 就是大家也都觉得说 哎,就是我跳的歌还蛮好听的 然后大家也都喜欢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有时候觉得说 嗯,好像就是这首歌跟这首歌很像 然后另外一首歌跟那首歌 我就觉得说 我会想要把它们就是结在一起 或是想要 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念头 嗯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我就去学好了 我就是学DJ这样子 然后呢 就学了 嗯,那时候大三 对,大三我还记得 大三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跑去外面教室 就DJ教室然后学 学了 大概 几堂啊 反正就没有很多堂 然后因为一堂课很贵 然后我后来就没钱 然后就 就是 就想说就算了 然后后面就都 就都开始自学这样子 完全都自学 所以从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点开始都自学 其实我那时候只学了 两个月而已吧 花钱上了两个月 就后面完全都自学 对,就没钱 哈哈哈 所以就是 就是大概懂了一些 基本的技巧 对,然后后面 很多东西就是 靠练习 然后 听 要,要,真的要听很多音乐 嗯 但是那你自己练习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说 没有 感觉没有一个老师 还是谁在督促你说 诶,你现在 你可能哪一个部分 你应该要加强哪一点 就是你会不会 你当初是怎么克服 我觉得那时候 好像刚开始自己练的时候 也不太知道 接的好不好 然后好像也没有 就是觉得说 我把我喜欢 当然现在回去听以前的东西 就觉得 在干嘛 这样子就是 有个过程 对,就是会觉得 嗯 对,可是那个时候 好像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 也只是就是兴趣 就是我没有到很 想要 一直想要紧紧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就只是觉得喜欢而已 然后 自己 好像 可能那时候 自我感觉良好吧 对 也都觉得说 好像 好像都还OK 这样子 对 那后来我有加入 一个 因为 我自己在家 呃 我只有控制器 就我没有器材 我没有比较好的 练习的器材 嗯 就没有唱盘什么的 然后 后来我就 嗯 因为 就是还是很想要 可以好好的练习 对 所以我就有跑去 一家就是工作室 就是DJ的工作室 对 然后他们那边就是可以 有会员的制度 然后就是让你可以 去练习这样 那去那边练习之后 也当然也认识 很多好朋友 然后 我觉得还有另外 很重要的是 嗯 如果有接到表演的机会的话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独促自己练习 是一个 算是一个目标 压力跟目标 就是有一个点 就是说 哦 我下一场表演 是下礼拜五 然后 我要准备好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每一次的表演 都学到了一个 嗯 经验 我觉得绝对是 对对对 而且你每一次表演 就是排的歌 跟你学到的 你在练习或在表演的过程中 想说这几首歌 接起来的感觉什么的 其实都是你以后 就是会用到的 那接那么多case的过程中 有没有 到了哪一个时间点 让你觉得说 嗯 DJ就是我要做的 其实不是耶 其实我一直 我还是一直觉得说 哦不行 我应该要去找一个工作 之前从来不觉得 DJ可以当政治 就是会觉得说 没有当然可以啦 就是当然有很多DJ是政治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嗯 那好太辛苦了 嗯 对就是 我会觉得可能经济上面 就是太辛苦 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一样 就是去找一个 你知道因为台大的 然后大家都是 就是毕业 然后就找工作 然后就是可能薪水 也不会 嗯 其实当然也不会 不会说太差 或者什么 当然也是有一些 比较低薪的 可是 就会觉得说 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个时候觉得 只有这样子才是可行的方法 嗯 所以从来就不觉得说 DJ是要当做一个career 嗯 对 然后但是 所以我毕业之后 我的确有去工作 嗯 对 然后就是试着当一个上班族 我记 你那时候工作是 我有点 我记得你有当助教 是吗 对 我那时候有当 当助教 没有助教是 只比较之后了 所以一开始我是在一个startup 就在一个新创公司 对 在我朋友他们的新创公司 然后 那我就做 就是project manager 然后呢 就是每天 虽然你知道 新创已经很 就是怂 就不用打卡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 要我在中午之前起床 真的 就我 可能大家都说 大家差不多是十点以前要到 嗯 然后已经算很好了 超好 十点 上班 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 十点 好像是 like dream job 对不对 十点是什么时间 十点 十点以前上班就好喽 可是我就是都会什么 十点半 十点 四十 就是你知道 然后我真的 I can't 我就是没有 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家教 所以当然开始工作之后 我已经 我有丢掉很多了 就是我有推掉很多 但是还是可能会有一两个 就是当作额外的收入来源 这样子 但是做了几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 我好像完全没有时间练习了 我也完全没有心力 就是下班就很累 然后我根本就 就是没有 就是心情去练 在做你 没有就是会觉得很累 然后我就想放空 然后呢 或是又要去教课 对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好像 我觉得太痛苦了 就是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不是我想要做的事 对 然后呢 后来我就开始 我就把工作辞掉 就做了半年之后 我就把工作辞掉 然后辞掉之后 我就开始就是 part time家教 然后part time DJ 就同时间接工作 然后同时间就是 教课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 大概这个方式 呃维持了 大概一年多吧 一年半 然后还有助教那时候 也是那时候的事情 我记得助教跟家教 助教家教 然后 接case 接case 对 然后我大概 因为我住家里 所以我的开销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那一阵子就是都可以 维持我自己的开销 然后我不用跟 完全不用跟我爸妈拿钱 这样子 然后还可以存一点点钱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讲回来我真正想要 决定 要做 呃 要把这个做career的时候 其实我在毕业前就有想过 嗯 可是我那个时候 不敢 就是 一毕业 然后马上就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觉得太危险了 我不敢 然后 然后呢 其实其实那个时候 真正让我觉得说 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是我跟我朋友 就是一起 要做毕业歌 嗯 然后呢 做毕业歌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就 就一整天都待在他家 然后完全没有出他房间 然后就是一直 对就一直在做 然后 就是做音乐 然后写词 然后干嘛干嘛的 然后录音啊什么的 全部我们自己弄 然后 做完我就觉得 就是那一整天下来之后 然后我踏出他家门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今天好开心哦 然后我就觉得 我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开心 然后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 就是完全不去 不分心 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事 然后也不会觉得累 然后就可以 完全的 把我所有的烦恼 跟什么都 不会去想到 然后就是完全待在 在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 对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 如果这件事情 让我这么开心的话 那为什么我不去做 嗯 天哪 你刚讲那一段时候 我整个全身起鸡皮疙瘩 就是你知道 那个眼睛 会发亮的感觉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就有觉得说 那我要以这个为目标 去前进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 想要 从 part time 我一直想要从 part time DJ 变成full time DJ 然后我觉得 经济上 或是找工作 或干嘛干嘛 那都是只是我的一个 过渡期 就是我想要 我不敢就直接这样出去 然后就说我要当一个全职DJ 这样子 对 所以我其实我之前 我是一直想要 等我的case越来越多 或是等我的累积 慢慢累积 然后让我可以从 就是part time 转到full time 然后我就可以不用上班 不用家教 不用干嘛 就可以有办法 对对对对 但是我又不是 其实很多人说你知道 你要full time很简单 你就去夜店 就是放啊 然后你就去 就去住场嘛 然后就 那你每个月 就是有固定的 对对对 可是我又觉得 我那个时候 我好像还不确定 我到底想要 成为什么样的DJ 因为我会觉得说 在夜店 其实是蛮局限 就是 变成要只能放 变成你很难有 自己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 你不能做你自己的音乐 变成是放一个 大家都听过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是 你可能你听的音乐 又是 不一定是最主流的 对当然现在我会觉得说 就是有在改变 就是那个是个人的 你对个人的要求嘛 不是说你今天进去 然后你就一定不会进度 如果你自己想要 一直step up的话 你还是 对但我觉得 在那个时间点 我不想要进夜店 就是因为我还不知道 我自己到底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DJ 然后我又觉得 我放的东西 不是超级主流 所以 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只是为了钱 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进夜店 就会变成说 我真的只是为了经济 我为了要成为全职 而去做全职这件事 可是我 好像不是 想要为了钱 我是想要 大家喜欢我的东西 我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放自己喜欢放音乐 然后能够 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我就一直 当然因为家教薪水什么的 也是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其实也有一点觉得说 哦 这个就是我的backup plan 我就不用担心 经济上的问题 就一直维持 就是part time DJ 然后part time家教 就教书的生活 大概过了一年多这样子 这一年半的时间 你有没有哪一段 就是让你有觉得说 迟疑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 找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觉得没有迟疑 因为我每一次出去放歌 每一次在练习的时候 我都还是觉得说 我很确定 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的目标 不是很 就是我只知道说 哦 我想要成为全职DJ 可是我不知道 我什么样的DJ 或是什么样的 就只有一个轮廓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达到 那个 就除了去夜店住场之外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 让我自己变成一个全职的 就是可以把dancing当作我的career 对 可以是我的收入来源 同时间又是我很热爱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一个job 现在回头看 我会觉得我真的还是蛮彷徨的 就很多时间好像蛮混混饿饿 就是反正就是每天 有厂我就去放 然后有课我就去教 这样子 然后就变成还蛮一成不变的生活 过了好一阵子 现在你在LA学音乐制作 对 又有什么样的环节 你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原因 让你突然觉得说 我想要出国 再去学更多 再去看更多 对我那时候其实本来就 一毕业的时候 我就有点想要出国了 对就觉得说 想要出去看看 或是想要去看看 我能不能 呃 在国外有什么发展之类的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 我其实 所以那时候我就找了很多 就是音乐学校 就还没 就是要准备毕业的时候 本来就很想要去了 可是后来想一想 我又觉得 我根本就还没有在台湾 有任何的 like 我没有还没 我还根本就没有进到社会 然后我还不知道 台湾 我能在台湾做什么 搞不好我根本不用 花这么多钱出国 搞不好我在台湾 我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 我我觉得我毕业之后 我就可以有那个力气 或是有那个时间去冲刺 我想要做的事 所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先在台湾试试看 然后看能做 把自己push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但是后来我又觉得 在台湾待了一阵子之后 然后就发现 好像 就真的就是一成不变 而且不只是我自己做一样的事情 而是 我觉得整个环境 我看到我身边的人 也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很可怕 如果我在台湾继续待下去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我真的就一辈子 我可能过了五年 然后我还是在part time DJ part time 教书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看到每个人都没有变化 很可怕 你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去夜店 你现在晚上出去玩 跟你两年前出去玩 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 然后整个生态都没有 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再跑出来 觉得说不行 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还是要 出国去看看 别人都在干嘛 国外的人都在干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哦你是DJ 你就要会produce 那我 虽然我不这样觉得 我觉得DJ不一定要会produce 可是这是一个商业手法嘛 就是现在你知道 你要会推销你自己 你就要会做你自己的音乐 在台湾我又觉得没有很健全的 就是教电子音乐的 这个资源 对对对对 当然我可以上YouTube什么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不是一个 呃 我自己的学习方式是需要非常系统性的 嗯哼 就像我学DJ也是 我必须要先去上课 然后学这些基础之后 我后面可以自学没关系 嗯哼 因为后面就是练习 或是什么的 就是看个人 可是我一开始 一定要有人跟我说要怎么做 我是这样子的人 就是一定要有人先跟你 就可能先至少带你 一二三四五 就是有一二三四五怎么做 然后一二三四五之后 你自己做了一遍 然后就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式 怎么去做这一二三四五 我自己知道我的学习方式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他们可以自学 然后可以超厉害whatever 但我不行 我可以去上网找很多tutorial 可是看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好杂 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或是哪一个是最好的 对 我很讨厌这么多分杂的资讯 我的个性是我需要别人跟我说 你就这样子就这样就这样子 然后你学会之后 OK你可以去be creative 对你可以去自由发挥 可是就是反正基本的方法是这样 对 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吃这一套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这样子的环境我才能最有效率的学习 然后学得最好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还是去看看国外的 他们的教学 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说 去国外学就真的比较厉害 而是我觉得是 我就想要看一些不同的东西 就是想要踏出这个环境 你想要踏出去 对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老师 然后国外月亮就比较远怎么样 也不是我只是就是觉得说 我想要知道国外的人都在干嘛 然后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是不是我可以去学习 对 我可以去有一些不同的冲击 而不是让我自己一直待在我这个书 因为在台湾真的太舒适 就要什么有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过得太爽了 然后应该要 就是去国外 然后被人家刺激一下这样子 OK 所以学校申请了 机票买了 一趟飞过去 现在已经在LA大概一年的时间 对 你回头看 这过程中有没有任何让你会觉得 一点点后悔 就是那种 啊早知道当初怎么样 然后你就会 也许现在会更顺利 有吗 唯一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26岁了 所以会觉得说 我去LA的时候 然后就大家都超年轻 然后就很多人都什么 哦什么21 然后还有什么19 20的 天啊 他们有一些就是可能也没有上大学 然后就什么 哦我15岁就开始做音乐 然后就觉得 我15岁 我15岁在考机册 我就会觉得说 哦我现在已经26岁 然后才开始要学 才开始要 走这第一步的感觉 对对对对 可是 其实我也不会后悔 因为我也不觉得说 高中或是我 我的求学的历程 跟我毕业之后 这两年的的一些彷徨什么的 我并没有任何任何一件事 是我会觉得说 哦我不想要这个 嗯 对 我不会 我不会愿意 虽然的确我会 我当然有时候会觉得说 如果我早一点开始做音乐 或是如果我早一点开始DJ 对 就不会就是早一点发现自己 这么热爱这个东西的话 也许我就不会到26岁 才来做这些事情 可是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说 没有任何 我在求学 我高中过得很开心 我大学也过得很开心 我认识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东西是我愿意放弃 嗯 然后去说 哦我要 就是完全 不想要 完全后悔 然后做这完全没有 而且这些过程是 让你找到今天的自己 对 我也不会觉得说 哦那我早知道 我毕业就直接出国了 我就不要浪费 可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那个 如果我没有感到彷徨 如果我没有发现 这个环境是一成不变的话 嗯 我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 想要 出国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知道 我到底为什么出国啊 嗯 到现在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没有什么事情是 后悔的 或是什么 就是因为 每一件事情发生 都让我 就是都在 都是一种累积 然后让我知道 我现在站的 为什么站在这里 有没有特别 哪一场活动 嗯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嗯 其实是蛮多场的 但都是不同的面向 就是比如说 有一场是 那一天我 超级不想要 放 因为我那天 超级累 就是 我身体 就是身心灵 都觉得很累 然后我几乎 从来不会这样 是在台湾的时候吗 对在台湾的时候 我每一次表演 我都很就是 很兴奋 然后很期待要上台 对 但是那一次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来不会这样 然后就是那一天 我真的觉得 我好想要回家 就是我不想要放这一场 然后呢 可是后来 就还是要放啊 对 所以我就上去放了 然后放 但是放的过程 也是很开心 对 然后放完之后下来 然后有一个女生 她来跟我说 她觉得我的set 就是整个 就是很感动她 她跟我说 she felt liberated 她在台北 就是很少听到 我这样子风格的东西 我记得我那场 可能就是放 也是什么trap dubstep 然后hiphop 这种类型 对 然后我就觉得 wow 我的音乐可以 这样去感染其他人 然后我就 就瞬间又觉得说 ok 就是this is why I do it 这是我的目标 这是为什么我要做 这个工作 就是因为 就算我今天 就是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你知道 就是我今天超级不想放 然后我好累 我好想回家 然后结果 我放完之后 既然有人跟我说 他觉得 我的音乐 对 就是很感动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整个充满 就是这件事情 就觉得让我充满能量 对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一场 对我来说 还蛮印象深刻 就是会一直 就是提醒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一直坚持 做这件事情 对 你会想要给 假如说有兴趣 想要走音乐 这一条路的 还是算是一个 新鲜人的感觉 然后你也还在摸索 还在就是 找寻自己 这个风格的DJ 或者是音乐人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 如果 你想要做音乐 就是要听很多音乐 就真的要听很多音乐 就是我认识的DJ里面 我最崇拜的那些人 就最厉害DJ 他们都是 听很多很多东西 你不能只听你喜欢的 你要去 就是去探索各种不同的曲风 然后让你自己成为一个 可以 不只是喜欢音乐 而是你可以去感受 感受之后呢 你可以去分享 真的你要 你要听到 你觉得你可以 去感受那种音乐 然后而不是只说 哦我喜欢 所以我听这个东西 然后我要去找 而是 我想要 探索 我想要被 丢到音乐里面 什么都听 什么都接受 我觉得要 非常的 open minded 因为 我觉得任何的 不只是音乐好了 任何的 artist 你要走艺术 你要成为艺术家 你都必须要能够接受 新东西 或是不一样的东西 或是不一样的意见 然后你要有很强的去 可以去感受 不同东西的这个能力 对 那接下来 你有没有给自己设立 五年的时间内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 想要 当然目标就是 想要可以 当一个全职的DJ 就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嘛 我现在算是在 一半一边念书 对 然后一边接case 但是我现在觉得 在LA是有很多机会的 就是只要我愿意去 努力 然后去争取这些机会 我是有办法 对 所以当然希望就是 可以以这个为全职 然后可以就像我 崇拜的那些人一样 就是一个月可以放个二十场 就十几二十场 然后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 放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是有 人脉是有一些 我不用到什么 就是什么大红大紫 什么 然后去放什么 Tomorrowland 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不是我最想要的 当然 如果可以去的话 如果可以去的话 Yeah sure 超爽 可是我想要的是那种 你如果今天在LA 然后跟大家说 Oh 就是Mish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Oh yeah I know her 然后 She's really good 但是我可能不用到说什么 放超大的 可是我想要在 我在做我可以 我在做我认爱的 热爱的事情的同时 我可以support myself 然后呢 又在 至少在当地 是一个被认可 brand 就算我自己没有想要特别说 Oh 我是这个brand 可是就是因为 我喜欢放这样的音乐 我喜欢热爱我做的事情 然后呢 我又做的好 我又放的好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Oh 他们相信我 他们喜欢来我的活动 喜欢来听我放 然后认可我的能力 那我就觉得 这是我 我想要的 对 所以 大概就希望在 至少三五年内 我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我觉得如果到时候 我当然也很希望 我在LA可以有一些影响力 就是把自己提到一个 一个地位 然后呢 其实我最想要做的是 我还是想要回台湾 还是想要回来台湾 然后改变台湾的生态 就是 也好像说改变 就是improve吧 就是把它改善 或者是 让它比较好 更多元 对 让它更多元 就是带了不一样的东西 就来 对 我们大家可以放 更多种不同的音乐 不是只是夜店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活动 可能每个礼拜 都有不同的活动 然后 可以有一群 一起努力的人啊 然后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和DJ Mish的访谈内容就到这 但是如果你是已经出社会的上班主 我希望你能够尝试利用休息或是放假的时间 尝试走出第一步 但是我必须要先说 我说的走出第一步 并不是要你跟老板说我要辞职 我所说的第一步是 去做一件 做出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能够让你开心 且充满活力的事情 比如说 你一直都觉得 做瑜伽是一个很美的运动 那你可以去社区运动中心 报名尝试一个月看看 谁知道 也许 你就从此 fall in love with yoga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瑜伽老师 也说不定 如果你喜欢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 这个节目 千万别忘记 在你现在所收听的地方 不管是Spotify iTunes 赶快订阅 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我和DJ Mish的下集访谈内容 将在两周后 也就是9月21号礼拜六播出 我们下集将听听Mish分享 她如何面对过程中的挫折 和出国后她所得到的启发 好啦 那我们下次见啰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